好 來到我們第四節的黑木崖 今天很高興邀請鄭伊和我們一起說 兩個蘋果 一個是蘋果日報 一個是蘋果填製產品公司 我們剛才說了很多東西 現在繼續說爽報的問題 我發覺爽報 根據我們同事都說的 基本上內容和蘋果日報一樣 卻要 同時它的標題似乎更加厲害 很多都會起題起得很厲害 譬如我讀一段說 熊代林發信誠誠 等交配 很搞笑 等交配 平時你不是叫交配 你叫行房也好 你叫溫泉也好 或者是掀劍 但交配是平時 是一個生物學上的用語 你不會說人是交配 很少這樣說 通常你一來就是 除非你看那個很奇怪的聖博士 最近你的交配是怎樣 都不會 即是說你像研究的角度 如果不是 恐怕就只是一個可能 即是說你是禽獸 這些起題就會令人覺得 他們好像是很淫慾的角度 即是他們起題很重要 即是蘋果日報對於語言的掌握 其實是非常好的 如果我們經常都閱讀 經常都去想這些問題 其實應該可以對我們的 語言思維很有掌握 坦白說是要有些文字功力才寫到 我其實也有聽說 蘋果日報裡面有很多奇才的文字 即是有些能人意識 沒錯 但其實我有聽說做上一步的時候 其實就是 他也都可能因為這些文人意識太厲害 都不用再另外找外門 所以是沒有請過新人的 其實是調配蘋果日報內部的人手 去做這個賞報的內容 其實我記得 講回正經一點就是 其實這一類免費報紙 其實都不是單止是講賞報 其實如果全個 即是有一種這樣的論事 如果我們整個社會 都是靠免費報紙的話 其實就會引生了一些很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會喪失了 譬如你剛才也說了 就是閱讀的深度會受影響 而如果我們只是依靠這種 以圖像和一些標題去掌握新聞的話 就會失去到一個很重要的方式 就是所謂報道式新聞 就會幾乎會喪失 其實香港本身報道式新聞已經比較少 但是都還有一些 譬如有時候明報有些 有時候英文報有些 但在外幕這個是比較重要 譬如每年我們知道有一個普立資新聞獎 其實拿出的獎 那些就不是平時 報那些交貨新聞 即我可能會報到 甚至乎也不是報一單車 會拿到那些獎 通常它都會有一個專題性的報道 譬如我們要發掘 挖掘性的新聞 即那單東西 如果不是你去找 就是沒有人知道的 即是撞車 你拉了條線 你就衝去 但是譬如說的是哪些 其實很多時候有些譬如會變成電影 譬如那些 對於煙草箱 它隱瞞一些醫學報告 譬如藥廠它有一些藥原來有問題 它收賣 譬如有些汽車的 即是 其實專門是建一些大企業 或者政府的很大的醜聞 譬如很著名的一件事 就是所謂水門事件 也是由記者去揭發出來 那這些深入的報道和那個挖掘 其實就很難是 就是想想這些 免費報紙 哪有空幫你做這些 一天炒 四個人炒十個台 對 晚炒台 就是靠那些人 炒不到 是深度的東西 是嗎 而且那些其實是很貴的 因為譬如你 我的報紙是你可以一個人 即是一個記者不需要日日寫 即是可能他一個星期才會交一份東西給你 或者有一個華爾街日報的專題報道 是說六個禮拜才會交一份 是的 所以 六個禮拜 他只要出糧 即是他一直出糧 其實那六個星期就是讓他做research 就是讓他寫那個報道出來 所以為什麼那些報道會寫得這麼深入 就是因為他用六個星期去寫 但是 如果是免費報紙 那不可能 但是同一時間 其實對於傳媒理論來說 很重要的所謂第四拳 就是靠這些 就是為什麼無端端 報紙佬這麼厲害 我可以先檢查你 是不是?我每天罵林瑞倫罵到你下台 我就叫做 就是是不是就是這樣呢? 其實不單止 就是 有些東西你原本不知道的話 他用報紙可以提供他的知情權 就是知情權 不是我知道他的波是真還是假的那種 而是我知道 究竟他的產品有沒有問題 他有沒有騙我 他有沒有貪污 他有沒有影響社會重大利益 是不是? 就是跟真與假 就是有些東西跟真與假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但是這些東西 如果我們用了 就是免費報紙 坦白說 我們可以想像 基本上不會存在 這些也是 很多人都會談論 其實所謂免費報紙 對於 就是這個第四拳的 這個已經不是商業問題 這個已經是一個 就是社會的權力 或者是 一個自由社會應有的一些元素 可能就會丟失了 我也其實一直在想著 我們大家都知道 就是香港的所謂文人文化人的收入 其實是很慘 很少的 可能他們就在報紙上面寫文章 他們所得的告費都是很恩 很明確 其實有 或者他們的書也都未必是買得好 但是我們看回其實在外國 其實一本書是可以買得很貴的 也都有 或者是一個作家 他在社會上面的地位 其實都是比較 很貴重的 其實如果我們不斷地看 就是用一個免費的心態 去看一個免費報紙的話 其實你漸漸對於這種文化的產物 其實會失去一種尊重的感覺 那你可能還對於 可能書或者對作家 或者對這些文化身份 更加是沒有了一個尊重 或者覺得需要珍惜的東西 那你令到這些文化人 或者是作家 他的生活是更加足夠的 就是有這個文字的貶值 是的 就是我們預料不值錢 反而圖像 我們弄到一些董新聞 還有很多人看 這個其實也是 是的 我記得我們上一次找嘉賓來的時候 都有說過 就是他們都會看到說 譬如董新聞其實是 令到你先入為主的 是的 即是你很難持平地看那件事 是的 好像說到真話一樣 是的 但原來是作的 即是 譬如畫的場景很真 又掃在三窗 其實都是根據一些便便之詞 作出來的 其實這些都是很奇怪的 但我記得 《棟新聞》在台灣更誇張 我記得是 真的很想像式 即是卡通本 真的可以畫到 我記得有一個 也是跟《蘋果》有關 好像說 《蘋果》有些牌照 即是那些見訊的東西 原來不知說 Google收購了Motorola 然後就把他畫到一個古裝片 原來Motorola是一個男人 不是 Motorola是一個女人 然後Google也是一個男人 於是取這個Motorola 就為了Motorola的嫁妝 在嫁妝裡面就是 那些什麼通訊協定 不知道什麼 那就畫到很 即是經常說 加通片 某意義上 即是未八方的動新聞版 沒錯 即是說到 即是我又不能夠說 完全沒有價值 可能對一般人來說 很容易解釋到 很容易解釋到 但如果我們要 譬如深入探討 或者是 可不可以持平地去處理那件事 這些就困難了很多 嗯 嗯 另一個我們看到 記者越來越貶值的 似乎是 是 即是另一個事件 似乎是 是啊 其實這一個 都是項頭傳了很久 譬如去年還是今年 也有一個TVB的主播 他也離開了新聞的行業 然後之後 他就在blog上發表了一篇文 亦都會廣返的流傳 他就說這一個記者變成了 車衣女工 其實不斷地用一個很麻木的態度 去生產所謂的新聞 就流水作業的新聞出來 是啊 可能 就是用一個模式 他就不需要去深入去畫過一些事情 總之套債這些元素 就變成一宗新聞出來 這樣 那 這個除了是一個 即是工廠上的那個黑板化 另外就是 其實大家都知道 就是 記者學是很低工資的 那今年五一的時候 記協都發了一個報告 五一 五一就是勞動節的時候 那 都出了一個報告 就是說 就是很多 我忘記了精確的數字 就是好像說 三分一的記者都打算轉行 因為轉了一行之後 仍然可以加一倍 或者兩倍 或者三倍 都不頂 其實就是 那個專業 但這個似乎是記者行內的生態 就是我 就是我這種責任 就是沒有太多記者 但我只是看著主播就知道 是的 就是很多人都做了主播 然後做了主播之後 要轉做什麼呢 通常主播 就是以前有些人做很久 但是現在主播可能做兩三年 都叫久了 可能一兩年就走了 那轉去哪裡呢 就可以轉去金融 轉去公關公司 轉去一些 總之是有一些跟商界很龐大的企業 有關的一些行業 轉去那些之後 就 Penwin就會飛鴻騰達 這樣 就是公司又減短 然後就 有Social 有Social 有知名度 很開心 那我就想 咦 那這個就是 變成一個踏腳石 就是變成新聞行業本身 那個專業性 就不需要長時間這樣贈任 因為 反正你也是當做兩年 拿去知名度 玩了一些人物 比如我認識了一大堆商界的人 我就可以一跳跳進去 就和那些人商手機 就變成一個這樣的模式 是啊 但是其實我也想分享一件 最近發生的事情 其實就是 一批很有熱誠的新聞工作者 那他其實就是 那個加州 就是這個加拿大的 明報版的一批員工 他們其實是過去一個月裏面 為了他們想繼續在這個新聞行業裏面堅持下去 但是也都覺得這個教育太辛苦了 他堅持下來之後他就成立了工會 就為自己的權益去爭取 包括些甚麼呢 就是譬如明報在加拿大那邊 其實一個明報工會的提法就是 譬如同一個報格或者等級的星島日報 其實都有加州版 加東版 他們的待遇是相差得很遠的 即星島又有加東版 跟他有加東版 因為待遇就不同了 是的 差很多 星島那個好像是假期明報的一倍 就是每年的法定的年度 是不是一邊有一天 一邊有兩天 所以三天就是一倍 不是的 是十幾天和三十幾天 工資也都是很低的 那這班明報的員工 其實他們就最近在剛剛過去那個星期 就發動了罷工 其實罷工在一個權貿行業裏面 我們都是很少聽聞過的 這次真的是一個很ground breaking 很突破性的一個行動 那他們怎樣做法呢 他們就組織了救測隊 那這樣就 每天24小時 即是輪班這樣 在這個明報的報社門口 就會是示威這樣 那但是有一些 就是非常之遺憾的事件 就是在明報的這個管理層上面 就是明報繼續出 因為不是所有員工都去罷工 那但是很遺憾的就是 這個明報的管理層 都他在明報自己的這個報面 就是這個版面上面就登了一篇文章 就叫做這個 罷工有利 但是就上班就沒有罪 那樣 然後呢他就連出了一個 就是上班 上班的一個派部員 承受著這個罷工員工 所施餘的壓力 但是其實我們應該要明白 其實罷工是一些 所有僱員都應有的權利 因為他們是合理合法的 去爭取自己的權益 那一種 繼續上班的員工所承受的壓力 就不應該是來自這個罷工工人那一方面 其實是 你自於僱主 是的 你自於僱主 就是為什麼 你不知道 沒有在這個罷工 就是員工的罷工行動那裡 反省去對自己的 就是對待員工的一些待遇 或者條件呢 還有我知道外國的工會 其實對於某一些 就是罷工的時候 對於特別情況比較差的 就是同工可能是會有些資助的 是的 就是譬如如果真的知道 你沒有了今天的工資 你開不了法會死 就是工會是會 會申請的 反過來就是管理層 其實也都會是 很多次是用一些 惡劣的手段去解僱 或者是就是 調換這些罷 曾經參與過罷工 或者是談判的 工運領袖 或者甚至是就這樣 即是工人 本身 那這次很遺憾地 在明報的罷工事件裏面 也有報道 就是一些參與談判的 這個記者代表 其實是被解僱了 這件事值得我們 現在是繼續發展的 繼續發展 希望大家都可以密室 對 因為他在網上 可以提到 好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我要多謝 就是依依還有一些嘉賓 希望大家密切關注 這個蘋果爽報的 其實也不用關注這麼多 就是關注這個 蘋果公司的一些問題 如果大家仍然想用iPhone 希望大家可以 可以參與消費者的一些運動 對 大家想一想 這件事應該怎樣做呢 好 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謝謝